很多的粗宝说老花一有没有特别耐寒的花卉呢 最好是零下二三十度都能开花的 有就是这个了 这个叫欧十南 就是目前我所知道呢 大概有六百到八百多个品种嘛 好像可能会更多 没有具体的去收录 因为老花一也不是什么科研人员 那你要知道是什么呢 这个花是我们哈尔滨 就是咱们黑龙江哈尔滨冰城那边过来的 就是这么哇塞 就零下三十度在雪里面 就是压着它照样能够开 而且恐怖的是什么呢 它这个花期有六到八个月 它是在极寒的条件下有六到八个月的花期 可能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你就要悠着点了 这种极度耐寒的花卉呢 它不耐热 你明白了吗 就是极度耐热的花卉呢 那可能不耐寒 你说极度耐热极度耐寒 那个可能要去火焰山那边看看了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不存在啊 你要明白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是尽量的把它放到凉快点的地方 把它理解为 它是一个冬天爷爷 它害怕夏天 懂了吗 洗光不怕冷 就是你如果说有一个庭院 你可以放到外面 就让它那种雪封着 你不用多浇水啊 这里面有一定的水分就够了 下点雪之类的完全够了 它能够就一直让你看到明年五一 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就不那么万晒了 你要懂这个事啊 但是大半年也值了呀 你买一个生单树也好 买一个小鲜花也好 估计要大几十块吧 贼好痒 就是不怕冷 黑龙江你就是不怕冷就完了 明白了吗 你可就冻 有话说老花江南方的 在屋里边 它也能给你开好几个月啊 你看 不灵不灵的 还是非常好看的 那老花一呢 现在都给大家上架了 而且这个呢 我们发货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不用再额外的去付什么保温费了 这个不需要保温 你收到以后 冻的帮帮用 这个一点事没有 扔院子里边就行 你光看就行了 都不需要你怎么养 有话说 我种地上也OK的 好吧 一边关于欧十南的这个事 现在价格也不高 二十来块钱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花一 会尽可能的给大家去找一些个 比较耐寒的花卉 因为老花一做这么几年 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记得关注一下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意思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白来吃吧